宋霖 命是保重了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什么 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 也许 一辈子也不会醒过来 其实秀妍你知道 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改变自己的话 说明那个人在他心里面 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呢 要好好把握 怎么突然间跟我说这种话呢 其实我也很羡慕 像他这样的男人 长得一表人才 有事业 有能力 又有钱 除了那么 有点自以为是以外 其他的还都挺好的 虚然 其实一个人 为了另一个人改变自己 说明这个人在他心里面 是很重要的 你跟秦宋霖 如果走到一起的话 我觉得他是能给你幸福的 其实你这人也挺好的 挺善良的 要不然我就不会当你是弟弟 是一家人看待了 你跟丽美芝也挺般配的吧 啊 那个 我跟丽美芝吧 再说吧 其实秀妍你知道吗 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做同一个梦 我觉得我将来啊 一定是个有钱人 而且哪一天 我迟早能够叱咤风雨 啊 成把江湖 秀妍 那我先回去了 嗯 你自己好好颠量颠量 啊 加油啊 我就知道一定会相信我 对不对 加油 加油啊 那是我的强项 如果我让你合成几张 安秀妍跟别的男人上床的照片 你能办得到吗 只要价钱合理就没问题 小燕 给他钱 好 走吧 跟我拿钱去 安秀妍 你一个小麻雀 还想变凤凤 姐姐 我们这样做 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这叫以奇人之道 还至奇人之身 明天 让他捐给你的 可 报告 布 你 跟我 我 这 天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手机往车上了 什么事 你叫我是不是跟安秀妍在一起 你也知道了 说真的 如果跟她再结婚的话 你不会反对是吧 我 宁洁 这么晚你怎么来这儿了 不是公司出事了吧 你们两个 怎么这种表情 出什么事了 我问你们话呢 发生什么事了 你告诉我究竟什么事啊 宋平 你可能不能跟安秀妍在一起了 为什么 白天你还说 你要支持我的 你现在跟我说 不能跟安秀妍在一起 因为安秀妍 是骑兵的老婆 你不能跟安秀妍在一起了 你说什么 不但是这样 逗逗还是骑兵的儿子 骑兵的儿子 知道吗 不可能 一定不可能 来 松平 松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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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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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